他当时就说 他说你真正是个好校长 所以过了大概一两个月了 他就通知我的时候 他们学校送学位给我 我那时候告诉他 我说我要这个没用啊 你们送教授 送这个博士学位 我都没用 我说我要这个干什么 到最后我们昆斯兰大学的校长 两个人都劝我 他说你一定要收 我说为什么 他说希望你能代表我们学校 参加过季的和平会议 他说你这个理念方法确实很有效 我都赞成 这是联合过搞这些会议 他不请法司 不请宗教人士 他所请的都是由波斯教授同学的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们应该做的 现在世界这么乱 我们应该要帮助他 所以我就接受 所以参加这些会议 都是学校的代表 学校还派一两个教授 我们一起去参加 那除了这个之外 真的是没有用处 所以这么多次的会议的时候 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一些状况 就了解得更深刻了 有一些主张用镇压 用报复 无力的方法 来解决中途问题 那么这个事情 911事件之后 可以说是失败了 那联合过是从用会议 从70年代 开到现在 每一年不知道开多少次会议 投下去的人力物力财力 真的是不及其数 受到效果 纵然会议 有很好的决意 很好的提案 我们会想到 哪一个国家领导人 会听你的 客气一点 送档案是永久保存 不客气的 就丢到资质楼里面去了 所以 这个 一而不决 决而不写 受不到效果 所以 去年 我在联合过也劝他 别再开会了 开会没有用 劳民上财 用什么方法呢 用班班教训